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平板 而且恭喜大家 台湾股市呢 今天还是收在一万八千点之上 真的不用太担心 第一个各位回头再去研究 美国还有道琼 还有所有的重工基本上还在上涨 所以美国其实是有支撑的 第二个就是我最近一直跟各位强调的 除了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政府 一口气丢出来所谓两兆人民币 等于台币八点八兆丢到所谓市场里面 市场是会平行移动的 所以台湾也会比价 所以大家一起加分 所以各位等一下还会跟各位来提到 其实呢我认为中国大陆 你再回头去想一件事就好了 他这一户下去呢 台湾股市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 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提到 跟中国大陆有相关的 我认为未来的一季 未来的半年都会变好 那么等一下会从这个地方 也跟各位讲一下农年的一个未来 甚至呢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今天的资金啊 都还在里面不断找股票了 那么真的我必须要讲一件事了 各位看到没有 大家可能没有相信也没有注意到啊 有一档股票叫7722的Line Pay啊 那说真的一件事 早上的时候涨到700多块 我都觉得说OK了 没想到买个便当回来 来到1030直接标过1000块 那么他的发行价是348块钱啊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样的一个金融支付方式 代表说未来还有相关的资金行情呢 在跨年还要再动嘛 所以我说两件事你应该看出来了 第一件事情 我说你 中国大陆护盘会只护今天吗 还是只有护一个礼拜吗 我看这不太像吧 最起码 是不是到过年了 中国大陆在护过年 大家就有机会了 最起码 哎呦 起码要让人家返乡的时候 还能够有一点点收入 去跟他的家里人讲啊 甚至我就必须要这么说了 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只护到这里了 那么我就先直接跟各位说了 华人啊 尤其是华人政府 在元宵节以前 由于发放年终奖金的关系 这在我的书本里面有写 那个时候钱最多了 华人在整个元宵节之前 中央银行 我们他们叫人民银行 是不会收钱的 我们叫中央银行 然后呢 各位 这一户下去的时候 现在只是什么 现在只是货币政策 有听过这句话吗 美国在户盘的时候 台湾在户盘的时候 应该有经验吧 没有的话 我再讲一次给你听哦 一开始先用货币政策 就是直接的给你钱 让你股票涨上来 接下来会有什么 会有财政政策 我今天要补助你什么 以前像对我们来讲 发什么 发消费券 对不对 川普做什么 做退税 退到每一个户头里面 记不记得这样的事情 这都政策方面 也来给你做补助 刺激消费 所以我说过 其实过年不过年 我现在都不管了 我常常讲一件事 这个政策既然已经延续到过年之后 你所看到的未来 已经到了过年之后 甚至 来吧 手机大过 PC 手机大过PC 这个趋势 我真的必须要讲 你不要说一万八千点 万一真的是一万八千六百点 甚至一万八千六百点以上 那强弱股你还是要分清楚 所以说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来我们三个重点 都会跟各位讲 怎么分析强弱股 还有整个明年的未来 那很多朋友都在讲说 老师你今天要讲这么多 能不能先给我一个好康的 因为下礼拜 好像就开始要进入封关了 我今天来我就直接这么说了 中国大陆大傻逼 黄老师今天也大方一点 大傻逼一下 我说大傻逼在哪里 各位注意一下下 第一件事情 我已经讲那么清楚了 上海综合指数 我等一下给各位一个目标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00665L 各位看到没有 这种地方压回的时候 你要开始想办法去布局 我仍然持续看好 第二件事情最简单 各位注意 我认为 赶快扫我们的Line ID 我今天来就是真的是来帮大家了 各位看到没有 像这档股票 你来看一下 那么Line都已经涨到多少 Line涨到1030 你再看一次 这个是新贵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买 或者你买的时候比较难进出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像这档股票 有没有涨停 那各位自己去Line里面看 我等一下会把它放在我们Line里面 你可以去找 那这头肩底已经完成 没有错吧 我干脆叫它 都来富贵 这样可以吗 都来富贵 都来富贵这档股票 过年概念股 甚至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今天不管各位用Line也好 或是各方面的一个消费也好 在过年前后 或是Line这样的一个支付的过程当中 这支股票说实话一点 假如你真正去算它的EPS 4块到5块 但是在你们眼中 它的EPS是没有赚钱的 它的钱放在哪里呢 我也放在我们Line里面 会跟各位说 所以各位发觉一件事情 有很多赚钱的公司 现在是可以说市场强迫它要上涨 已经发现它未来的一个价值 外资也开始进去买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今天呢 太简单了 我今天就真的是 各位最近假如少我们的Line的话 真的很好 不要说很好赚 股票市场 这个节目好像不能这样讲 尺度的关系 真的很轻松 所以今天来顺便把股票也给大家 这两天各位看到什么 你在我Line里面看到什么 我今天来通通跟各位来做一个公布 因为到现在还在延续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上海A股呢 政府他们中国大陆的政府在做护盘的动作 我说他绝对不会护一天嘛 护一天回去干嘛 你可以承受 我不晓得习近平 我不能讲习近平三个字 能不能承受 但是习近平下面的人能不能承受 如果护盘护盘之后 蹦跌下来了 对不起财经官员你就差不多可以走路了 还好不是在北韩 北韩搞不好要被抓去关起来 还是要去劳改 那就算护到过年前就崩盘了 我就这样讲好不好 护到过年前 那上海股市就蹦又跌下来了 一样走路啊 同不同意 中国大陆现在不但要刺激他们股市 也要刺激他们的经济 他们现在的年轻人躺平 找不到工作 甚至外商 包含我们台商全跑光 经济成长率 自己讲5.1 所有人都知道是1.5 连那个他们爬墙出来都这样子写 所以他还想办法刺激他成长 那再回头来看一件事的时候 怎么去规划 我说RSI指标一个背离 两个背离 三个背离 老师这可以相信吗 来吧 上一次我跟你讲 全台湾第一准 我就直接给了 全台湾第一准叫RSI 30.4元 我没有时间再去跟各位重复 你去看股市现场 我跟你讲30.6元 30.64元那个地方 我讲30.6 我说这地方 你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人家说升值 所以呢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过高 我说没有那么简单 他贬值的时候大盘会弹回去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光是这个指标果然贬回去 而且从31.5 31.5到最后是31.6 你看到没有 完全符合RSI 所谓的回到原始修正区的状况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会这么做 那他会不会回来 你觉得呢 尤其是香港股市 现在比什么 比印度股市更没人气 上海股市比日本股市 那么市值更低 你觉得中国大陆 特别是 又不能讲他的名字 他就领导人好了 领导人的脸挂得住吗 你还在那边号召华人政府 所以我就这么讲一件事 各位注意一下下 你不要小看这个0065L 这地方是直接涨停板 涨停板 跳风涨停板回撤的话 这是不是就送钱给你了 我认为 这些我们都已经不好局了 而且在我们的 这LINE里面都跟各位来分享 如果这个股票 这样一路涨上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把人民币 送到各位前面 让各位赚 而且我是最早跟各位提到的 1月24号V转的当下 刚好我们的节目比较晚 我们节目大概在收完盘之后 所以我第一个就跟各位讲 我甚至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这中间有两次洗盘了 00633L 这个最明显 有两次洗盘了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说 这里面不但两次洗盘 还有人先知道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状况 以后就会很容易掌握到这个价差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货币政策已经丢出来 就直接丢钱出来 救股市 直接丢钱出来 让股票涨零板 昨天我们在股市现场 那么也跟各位来实证 那个中国大陆的美国股市的ETF 那么通通涨零板 所以有的时候也蛮好笑的 中国大陆希望钱去救他们自己的公司 结果人家说 中国大陆的股市里面的美股ETF 还比较容易涨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钱来了 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且把握的过程当中 来吧 我们再来印证一下 我希望在过年以前 假如你有任何问题赶快来找我 我说这个是我过年第一天 就送给大家 我讲的是杨历年 我说这份初期二期三期四期 好了 我再把它取个名字更简单 有梦最美是初期 有梦最美叫做初期知道没有 有梦最美叫做初期 这叫初期 所以初期很会飙 但是你要注意到梦醒时分 它会回档 第三档状况叫逐梦踏实 但是成熟饱和就一定要跌了 因为成熟饱和大家通通有 你看市场进入饱和 价格大幅下滑 创新功能减少 我在讲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你手上还有特斯拉概念股吗 这个时候才跟你讲说 台股盟成 这个时候才跟你讲说 奇怪了 路车都在降价 其实你特斯拉也在降价吧 各位 明年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好吗 成熟风海 特斯拉降价了 跟它最有关系的 就在旁边 以前特斯拉涨 它又跟着涨 叫3665的茂莉 大跌103块 那么一张要跌到十万三千块 你不觉得十张下去 一百万不见了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个跌掉了145% 各位看到没有 直接快腰斩以下了 剩下四成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张图表 我一直在帮大家 像这种成熟饱和的股票 那基本上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还有梦醒时分的股票 来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当时我还跟你讲说 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赶快赶快赶快速度快一点 对不对 我知道了 赶快 1 2 3 4 Auto K Auto M 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融资大增 融券大减 是不是 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赶快避开 因为这个时候是第一期 再不好意思 再第一期 这时候干嘛第二期 第一期股价刚刚推出 功能欠缺 但是是有梦最美 大家都说 AIPC好棒好棒好棒 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些东西还暂时用不到 所以这到变成梦醒时分 所以各位看到 你看今天 我可以帮你省下很多钱 因为钱不要乱花 我几乎每一集都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这些PC方面的概念股 这些PC方面的概念股 你要赶快避开 我卖你就避开 天天喊资争眷眼资争眷眼 是不是 我卖你就避开 那你想想看 红机五支停板放到手上 蓝天三支停板 静音一支停板 加起来九支停板放在手上 不就很好吗 然后呢 等一下第二阶段再来讲好了 然后你在我的节目上面听到什么 手机大过PC 手机今天还在涨 说实话 今天我不太敢像别人一样叫你去追 但是我们有当冲了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手机到现在还在涨 手机到现在还在涨 不都是我在跟各位说的吗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么产业 尤其是怎么样去分辨产业的强弱 我真的是可以帮助各位的忙 而且你千万不要做错 这里面这四期 你好好地给它造起来 我真的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一二三四四期 从这个有梦最美梦醒时分 竹梦踏时 我认为伺服器还在竹梦踏时 不用担心 成熟宝 所以各位在我的节目当中可以学到东西 而且今天我也希望各位 赶快在我赖里面也可以学到东西 也可以直接的鼓励大家 那这个股票就直接分享大家 反正剩没几天了 你进去里面 名字也知道 股票原因也知道 连基本面都很清楚 欢迎各位 今天就直接扫我们的赖 大家一起来 都来富贵 都来开心 涨停 涨停 再掌停 等你扫赖哦 而且对股市有信心啊 一定要怎样注意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股票啊 是真的有人先知道啊 或者说这个行情啊 有人比你先知道 这个人又是个大咖的话 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 这个行情一定是很重要的行情 甚至蛮大的行情 就像11月1号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什么 那回头再说了啦 11月1号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什么 那个时候这天发生什么事啊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一天习近平 宴请马斯克 宴请库克 宴请华尔街 相关的一些投资主管 结果外资从那天一路买上去 结果习近平讲了一句话说 他没有说要攻打台湾啊 哇那不得了 那对于台湾来讲 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解放啊 所以这一路上就这样冲上去 各位看到没有 1980点 所以很多股票里面 都有人先知道 那这次的上海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上海股市 这次来讲的话 看起来也有很厉害的人先知道 来各位看一下 来我们先从这里来看 这档股票是什么 叫阿里巴巴 虽然我画了已经有点丑了 但是各位注意到 我特别想跟各位讲这件事啊 那么阿里巴巴里面有发觉 这里下面是没有破底的 你回头来看一下 来这根叫什么 阿里巴巴长这样 那为什么台湾股市 为什么上海股市 会有一根破底的线 而阿里巴巴 他早就知道这根破底的线 不需要看 他直接没破底 所以你涨一点点 他跳空了 你涨一点点 他跳空了 而且现在已经到哪里 已经到了接近 所谓的季线的位置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上海股市到季线 然后公半年线 季线到半年线中间 就是3000点以上 很难吗 阿里巴巴就已经跟你讲了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 马云啊 好久没讲话了 跟你讲说 我阿里巴巴的股票都没卖 我常常讲一句话 他有没有卖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是要告诉你 我要买 对不对 我没卖就是要买吧 对不对 蔡重信 也是阿里巴巴的大股东 怎么跟你讲 我阿里巴巴一张股票都不卖 这样跌你还不卖 我讲句实在话一点 说不定就是把卖掉的 全部买回来 顺便再加码 所以这叫有人先知道 那现在就问各位一件事了 当阿里巴巴的马云 蔡重信买进去 这个行情会只有这样一点点吗 顺便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由于中国大陆的政策 蛮有趣的 我只能现在告诉你一件事 中国大陆跟他相关性质的产业 被打压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 很好发挥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这么跟你讲 有一个比方不太适合 不过你去看中国大陆现在呢 把一些色情产业 色情杂志全部清光了 结果台湾现在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我这个就不多说了 因为这个有点颜色 但是各位啊 很多老板都很清楚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说过 接下来是政策跟货币 还有卡位的一个关系 这档股票我说过 今天少我们的赖就有机会了啦 所以请你务必 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中国大陆一定会拼啦 货币加政策 我会一档一档推出来 过年前过年后会陆续推出来 由于他们都在最低点 全球的股市现在就是大陆 香港在最低点 日本 美国涨上去了 当然不是叫你去做空那两个低的 他钱都丢下去 当然他要涨上来 跟上去嘛 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而已啊 中国大陆一定要把振兴经济 甚至消费的力量振兴起来 很像我们当时不管是年轻一点 叫新冠肺炎 年老一点的叫做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马英九在发消费券 你还记不记得 所以各位啊 这都是将来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盘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先跳过来先讲一下 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伪创还有什么 还有各位所看到的美超微 都告诉你说他EPS三绿三升 今天音乐打讲的也很不错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过年前也许还在这边 我认为他们一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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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 第三期 第三期写什么 功能成熟出现全面换机的状况 来注意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这一个晶片170万 装宾室的老板都受不了 装宾力还勉强一点 宾力2000万 那你这样的伺服器 拿去给我们国内的这些中小企业使用 哪一个买得起啊 那最后是什么 那个印度太空中心 台湾国科院 台湾的国防部买得起而已 其他有谁买得起 所以那时候在抢是这些国防部那些 要飞弹要打得准那些人在抢 你看过哪一个公司 除了台积电谁去买了 但是各位 从170万降到剩下70万 其实我跟你讲一件事 黄文勋是笑在外面而已 他的晶片降价降这么多 在外面 不过他拿的钱听说是一样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就买得起了 加上他又降规嘛 你说你要可以射到飞弹 可以射到外太空 我就不需要这么多啊 我只要可能可以在这个工厂里面 工厂里面帮我做统计就好了 一片20万30万我降归给你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有的发挥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啊 这个时候早期推出来 哇功能欠缺或市场不受喜爱 然后后来就跌回来 也请你记得这个情况 到这个时候呢 现在要买机子换机子 业绩跟股价会同步上扬 这叫逐梦踏实啊 所以我认为啊 你说老师真的吗 尾充会上去哦 看这个好吗 逐梦踏实啊 美超我也已经创清高了 还有谁在逐梦踏实这个阶段啊 在这里嘛 AIPC 不是AI手机嘛 差点讲错了 AIPC你说 我这个AIPC呢 可以在黄敬哲讲话的时候 把后面的场景换掉 那我还是我啊 还是差不多啊 给你好多很奇怪的那种 什么云端运算等等功能 那个我连我都快讲不出来 因为每一台不一样 听说有250多种 但是各位啊 像这个已经几乎告诉你说 什么东西最好翻译啊 不管是文声图图声文啊 这个ChimpGVT好 这个年轻的用 直接多翻译语机啊 而且它有什么 有跟以前一样的 它叫Big Spy 跟Siri一样的助理来帮忙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一旦推出来的状况之下 我说神盾后面不是神啊 神盾后面就叫做三星啊 知道吗 股价 尤其是我一开始的时候预期说 哇 真的是被苹果吓怕了 苹果弄一个头盔出来卖十万 台币十万 台币十万我真的买不下手 但是这个手机出来如果真的 六四六二卖六万的话 我也受不了 结果卖四万 差不多 你买新手机 有没有AI 也差不多这个钱 那么它指纹感测辨识系统 是交给神盾去做 所以本来预估一千五百万支 我现在要把它上调到两千万支 都有机会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上一次冲到了一百八 一百八之后 要不要停一下 不用停 不用停 到现在还在冲 虽然一百八到现在只有二十块钱 但是今天是不是大家还是在喊神盾 我说手机大部分PC 或许下次我要跟你讲的 并不是神盾 并不是琴雅 琴雅是三星CIS 影像感色器 但是相关性质的手机概念股 相关性质的手机概念股 时间到自然而然就会发挥 你说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还是再回到今天 要跟各位讲的主题 快过年了 这一张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不懂你来找我 亲爱的投资朋友 来这叫特斯拉 大家都说今年年初特斯拉从什么 一百五十块 涨到三百块好开心 你有没有想过它切下来的时候 我们讲一件事好了 有的时候股票市场 真的你看那个运气 看那个面向就知道了 凡事只要名人出事情的时候 我这个讲这个没有输赢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时有一支股票叫2353的宏基 宏基那时候推出超薄笔电 冲到哪里 冲到这个价钱105块 这段时间是王建民代言的 王建民受伤他就掉下来 到这个地方换董事长 所以找名人代言的时候 那个名人的运也要很好 有的时候真的会黏在一起 信不信有你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看到这件事 那个时候看到说 我不敢买电动车了 还好没买 那个价钱到现在为止 不管你怎么谈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两年半 我上股市现场也好 我在非凡的言论也好 有哪一次跟各位讲过电动车 什么零组件可以买的 有的话我下台一鞠躬 可是每个分析师都这样讲 太短线 而且不知道什么叫1234期 可是很多每个分析师都跟你讲 说2353的宏击 放心没有问题 怎么又来了 我真的会受不了 你知道为什么 这里当然没问题 这里真的叫没问题 各位 这里当然没问题 这里回来没有问题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还是真的要找好的老师 我就这么告诉你 每一个时间都有它重要的股票 不管那么多了 想要知道1234期的 少我们的赖 我也会常常的跟各位来讨论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面还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法 那今天两件事要找赖 第一个 我要继续追踪中国大陆的货币政策 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个财政政策 我希望这个上证书 一时标 我希望我的00665 这个富邦港股2S00665L 反正就是那几个号码00665L 想要大涨的 想办法赶快去扫我们的赖 这个是不是我送钱给人民币送钱 但是这个就是我了 不能讲送钱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LINE里面 头肩底完成 LINE已经上了1030了 像这样的股票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涨停 涨停再涨停 而且公司里面现在全面五折 本身的优惠 请你赶快的来跟上来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暂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速度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